公開講不選有時候不代表私底下沒有協調過 我知道朱立倫大概有跟魯明澤這些人都談過 那對於參選這件事情 當然是有些條件上面大家會交換 比如說如果我競選是需要經費 那我們如果沒有錢 你黨專案可不可以給 那據說雙方在談的時候 確實有談到這一塊 朱立倫給了一些的承諾 但是呢 談的那一方認為說你的承諾有點空虛 你知道嗎 所以就一直不願意正面的鬆口 所以剛剛講到民調 魯明澤講法更有趣 魯明澤說我從頭到尾沒看過民調 所以這個民調到底是從哪裡 因為大家言之早早都說 有民調比起來怎麼樣 那魯明澤那個說法就有問題 就是說那如果你今天公開又講 你為什麼要出來吐你的黨專案說 你沒看過 那這樣到底是什麼 這第一個第二個 羅志強這整件事情 凸顯了另外一個更奇怪的事情 我問很多國民黨朋友 我說你們怎麼看 你們的黨主席跟你的秘書長 還有一個副秘書長叫羅志強 三個人在那裡互相對幹 黨的三大頭 三個在那裡互相說你說謊 他說不行 搖別人說 那你叫黨員如何去看呢 光一個什麼幾個小時的電話 我老實講啊 朱立倫你們透過這個黃劍檢出來去放說 我們不是三小時啦 我們就講兩通啦 幾分鐘幾分鐘 羅志強的認知就是從晚上九點到十二點啊 我把時間講得更白嘛 九點到十二點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們在整個通話都是為了這個選市長的這件事 所以羅志強的認知 他就認為你就是搞了三個小時嘛 而且這中間還有一通電話 是羅志強叫他打電話給洪秀柱嘛 通話的時間是三十八分鐘啦 就是而且那個過程當中 朱立倫還一直打電話打電話 因為羅志強在講電話 一直叫人家接你知道嗎 一直插播一直插播 所以羅志強他當然會認為說 就是你就是三個小時是這樣來的啊 那你今天去跟人家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不是三小時 其實是什麼幾通幾通 沒有意思我跟他講 當一個黨主席跟一個黨的秘書長 叫黃建廷 跟一個副秘書長叫羅志強 三個在那裡互相在那裡 那要不要對質啊 羅志強當然有他的想法啦 那我也老實講 當人家說你這個這個民調不OK的時候 如果是我們一般的想法 你也沒看過民調 他也沒看過不然這樣好 我羅志強自己做民調嘛 做民調也不難嘛 二十萬嘛 就是二十萬自己做一份說 對我羅志強沒有那麼弱 你們說我太弱 我就沒有那麼弱 你搞什麼TikTok粉絲一百萬 來自烏魯木齊的你算不算 來自新疆上海的你算不算 他沒有意義嘛 就是說因為你要徵選 是桃園市的這個市長 所以你不能拿你原先選 市議員那種空戰的做法 就是說我網路上有聲量 我可以保住市議員沒有問題 你知道現在有很多年輕市議員 挺羅志強啊 挺羅志強的其實很有趣 你知道嗎 有市議員成績 但是是年輕輩的 有很多都是新的議員 老的議員沒有人挺羅志強 因為很簡單 當時一八年在選舉的時候 羅志強其實有用他的空軍的力量 幫了幾個年輕的議員 就是新要選的 為什麼 因為羅志強有深藍的那一塊嘛 那我自己這一區 我深藍可以拱呼 他可以呼喊別區的那些深藍的說 你們去支持這個參選人 所以為什麼有一些年輕輩的議員 在這件事情你會發現 他們跟羅志強的痛調比較 他們當然沒有辦法去直接跟黨中央開幹嘛 但是通常都會覺得說 那羅志強你幹嘛去擋他 那是這樣 他們是因為這18年的時候 有所謂的革命的情感嘛 那現在問題啦 你知道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其實羅志強 他有跟很多人講 這也是事實啦 他有表達想退黨了啦 所以當朱立倫還在那邊講說 愛批評就批評 人家歡迎你的地方 去就是強將 你都講了民眾黨跟他招手 對啊 民眾黨張開送我歡迎啊 這種會被解讀說 你講的是桃園嗎 如果別的政黨跟他招手 你去也是強將你知道 但我知道羅志強 他自己內心有他的掙扎啦 因為他的群來自於深藍 因為深藍就喜歡三種人嘛 就是張亞中 洪秀柱 羅志強這種嘛 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們其實是有表達出深藍的心聲嘛 他的群來自於深藍 因為深藍就喜歡三種人嘛 就是張亞中 洪秀柱 羅志強這種嘛 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們其實是有表達出 深藍的心聲嘛 那你今天要離開的話 我講說他自己有一個坎 他也過不去 旁邊有些人勸他 叫他不要啦 他也是被深藍綁架的啦 對 那他又忍不下這口氣 你知道嗎 所以才會選擇就上節目說 好吧 你看他又講一半 有時候一半還不到 要講個兩三題這樣子 他希望說如果黨裡面公開說他說謊 他怎麼面對他的支持者 所以他只好回來就跟他回批嘛 那我認為現在對羅志強來講 當然你現在把這個局越洗越下去 你知道他第一天宣布說 他在臉書寫說什麼 因為被講電話了 然後他就因此隔天宣布要參選 這件事要暫停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就已經罵他處理不好 就是說你應該要跟黨中央裡面 尤其你們不是沒有管道你知道嗎 那你透過這種方式 你自己在寫臉書說不要 後來想一想心有不甘 然後又覺得說不行 我還是要再宣布 你這樣來來回回 就讓有一些支持你的人會覺得 你現在是你無聲 如果你連這種事都沒辦法做決定 也沒辦法做一個好的決策 所以他的反覆其實是造成 他現在一個很尷尬的一個場面 那現在羅志強就丟一句話說 你說我副秘書長我也想辭啊 辭都辭不掉 國民黨好可怕你知道嗎 不想做還不行你知道 想選不給你選 我想辭也不能辭 就是說國民黨現在遇到一個 很亂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對羅志強來講 他現在必須說OK 你把Tiktok什麼粉絲拿出來講 黨中央最狠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前天跟你談 我隔天隔兩天我跟你魚死網破 那真的就是魚死網破 我就出來就告訴你說 你民調就是爛 而且我公開跟大家講 你民調就是爛 至於哪一份民調 你不要問我 我不會給你看 你等於是我才不相信 他兩天內又重新做一份民調 羅志強其實是提出了一個遊戲規則 他說我OK啊 以前我們聽過強占民宅 強占民語 從來沒有聽過強占名額的 羅志強也沒有說 我堅持要選到底啊 他說那你讓我選嘛 我就大家比民調輸了 我OK啊 黨現在是連這個機會 都不給他直接黨你知道嗎 用國民黨去擋人家 朱立倫是蠻罕見的這個 對自己人說像重話 可是羅志強 上一次他說他號召 百萬的粉絲 怎麼百萬讚 他是要選台北市長 這一次變成要選桃園市長了 現在到底誰對誰錯 隔人家也在問 朱立倫怎麼連一個腳牆 你都搞不定啊 其實羅志強是屬於震撼彈型的 他先是說我不做市議員了 要交給他的助理 對 那我們就想說那你一定是想更上一層樓 怎麼可能光是去鑽牆 鑽牆讓自己離開正常失業呢 對 那果然你就看到 2022的縣市長首長選舉 那羅志強他後來就開始行腳 他自己本身也跟著這個行腳 變成一顆行動炸彈 他最早看的是 大家如果有印象 他最早看的是台北市有沒有 對啊 而且趙宇康在後面拱的 什麼口袋名單嘛 自己有提一套 那時候沒有討論 就台北市有講萬安啊 對不對 很難插進去嘛 然後他就開始走 就走到高雄 想複製韓國瑜2.0版 因為高雄現在目前 李四川也不選 高金樹梅也不選 監困區哦 沒有哦 他照理說可以去這個 完全複製哦 安在雜儀嘛 我就在這邊選不上 我就繼續蹲墊 可是他說他家人不贊成 離家太遠 台南投 台南也去不了 因為台南有好兄弟 謝龍介已經卡位成功了嘛 把陳以信OUT掉了嘛 黨政要說從來沒有陳以信 沒有內定這回事 那就趕快把 這個謝龍介內定好了嘛 還 現在他行眾造戰就移到桃園了 我跟他講很簡單 不要講空降 他外來的 誰都可以選 這邊是要幫羅志強講話 誰都可以選啊 你不是說監困區嗎 哪個選區都希望歡迎大家 來參與嘛 那問題是說 羅志強一腳踩到桃園 踩到人家地盤不縮 他還破壞人家已經不好的局 就踩到當地的生態了 所以就變說全部人 本來是在那邊喬對不對 後來完全從中央到地方 完全把那個子彈完全推向他這邊 他就變成馬蜂窩了 然後他這邊也不遑多讓 也勢均力敵 因為他有媒體生態 結果他就找了年輕的 包括徐曉星等 我聽他們講好像七個 就聊到他很委屈 他本來去見了黃建廷 談兩個多小時出來 後來拜就拜再說 朱立倫親自打給他了 這文章做大了 前面他總共有兩通 後面這一通 談的就是徐曉星的版本 就三個多小時 我跟你講你三個多小時 演電影都沒那麼長嘛 那現在關鍵是 羅志強他踩在什麼樣的 踩在誰的地盤 然後破壞了哪些 他們已經喬好的這些生態呢 其實從中作梗的 就是前幾天 好一陣子都鬧新聞的 那個邱玉勝他現在的議長 看到顏寬可能是這樣輸的 走得背 我不選我不選 本來他要選對不對 好啦他不選了以後 他挺誰呢 他挺那個呂玉玲 現任的立委 對 那呂玉玲的老公是陳萬德 陳萬德說那我不選 我就有點交換 我不選議員 我不選議員的意思 就說我未來 不會跟你爭議長 邱玉勝不選市長 他就要爭議長嘛 繼續嘛 好啦 所以他就挺了呂玉玲 偏偏他們其實有做民調了 偏偏呂玉玲的民調 國民黨的民調是幾%你知道嗎 他最罵名不說 他四個人撤 他飛彈是最後名 他民調是6.6%你知道嗎 6.6% 以前最低的總統民調是 吳敦毅無前主席啦 他就9%嘛 他各位數%嘛 你一個立委 你是現任立委咧 對啊 你怎麼只有6.6% 好 第一名是魯明澤 第二名是萬美玲 第三名是羅志強 羅志強的萬美玲 幾乎是伯仲之間 就是正負物差在 0.1的範圍內 在小數點後面 百分之零點多的那個位數 但是呢 第四名萬美玲 那你也跟快一二十%的 這個萬美玲跟羅志強 你也差太多了吧 差了十幾%耶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問題是說 後來他們 就是說 他應該先去勸魯明澤 你第一名嘛 而且兩次選議員 邱益勝輸給魯明澤 你一個堂堂議長 你選議員 魯明澤兩萬多 兩次都兩萬多 你兩次都只有一萬多 那黨戰爭就是說 他有實力啊 這局如果沒有邱益勝 沒有他什麼從公投以來 這樣子打過好幾次仗 沒有他不行 所以這樣大家都聽明白了吧 雖然他民調只有6.6% 雖然這個羅志強 不是最差的 雖然魯明澤 在他們贏的策略裡面 他就算說 像馬英九過去說 兩百多個 甚至三百多個 他不想選 或不願意選 不敢選 無論如何 你應該推出這個勝選的人選 你應該把桃園市拿回來 再加上民進黨在桃園市 沒有推出什麼很強的啊 目前還沒有出真正的王牌 那你誓在必得啊 大有可為 你偏偏好 搞到就是說 大家都在魚死網破 不只是說你說 羅志強魚死網破 他就魚死網破 邱益勝那一組 不也在搞魚死網破嗎 是啊 因為你這樣六點多趴地 你選會贏嗎 嗯哼 你這種未來去跟外戰的話 你會贏嗎 嗯 對不對 那偏要這樣搞 那黨中央現在好像 他採取的這個策略是 他沒有叫最後一名先退 他排除的是 羅志強 第二三名的 所以他不服嘛 OK 那簡單講 大家就覺得 沒有別的辦法了 你最公平就是民調嘛 你如果覺得前面那份民調 你們隱藏了 只有一份不公平的話 你協調不成 你當然是 在做民調嘛 誰該出局 誰就出局 也不要在那邊 肺炎啦 也不要講 十個鐘頭 你又拿來爆料 這一套也不會管用嘛 那問題是說 你光是撤民調 如果沒有意願的人喔 魯明哲他會不會參加這個民調 如果民調沒有他 就是我們講說 老二跟老三在那邊比的話 那你反而落掉 辣掉這個魯明哲 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一局 大家看明白了 就是說 你一定是要推出強的 他不推出 他反而選擇那最差的